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x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积分出来的值呢 就是 半句话说 gx dx 的积分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也把它推展 推展到 假设现在已经是三度空间 那三度空间的时候呢 这个函数是 syz 的函数了 那从什么呢 从 a 点是 a x a y a z 到 v 点 v x v y v z 那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到说 依照上面这个 你就直接把它 你取为分的地方 就是我们所谓的 gradient ok 那因为你现在是三度空间 三度空间 你的路径 本来是对 dx 积分 我从 a 点 我从 a 点 ok 要 g 到 v 点 那我们说 就是 저희 z 点 Dublin 對hin c ля 从 a x b 这一整个对ıldhumid 点路上面 G过来的部分oshd 那这是 d l writeään g 怨 ρ وhi v x v x v y v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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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lady z l 加上底Y这一方向 加上底D的K方向 所以我们说这个DX 本来是一度空间 也很清楚的 这XFGX 直接这个是从A点G到B点 沿这个X方向G过去而已 那你沿X方向G过去是DX这样G 那你这个沿的DL方向G过来 这是SYZ 这只是空间并没有对函数 这是对函数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个DX的位置 现在要用DL来表示 那这是一个向量 这是一个向量 所以我们空间一定要有一个DOT 去把它连接起来 才是一个存量 所以我们说从A点G到B点 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我可以知道 它这个结果 就是T的函数 是B点的 那B点呢 是VX VY VZ 减掉A点的AX AY AZ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知道的结果了 那这个结果 我们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说因为它只是跟 中点跟其实点有关 所以这个结果是跟你走哪一个路径 我从A到B 我的路径不同 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到 那 那我们可以看到 第二个部分 第三 第四个部分 不是第二个 第三 就是第三 第四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如果我把A点跟B点 这个B点呢 绕了一圈以后呢 回到A点上面来 那 我们看到是 就是我们绕一圈了 这是一个Close loop的符号 这是一个完全是Close loop的符号 就跟你们在 这个普通物理一样 那我们看到 它这整个结果是等于多少 绕一圈 回来 0 对 就是在上一堂课已经讲到 那接着我们就 接着 我们来举个例子 说 到底这个 的整个结果 那它是 整个大开的情况是怎样 那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了就说 我现在有一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 我给了 很简单 它呢 是SY平方 就这么简单的团数 那我的积分路径呢 我也 只针对二度空间 在做积分而已 我的积分路径是 希望 它从这边 S走 然后走 走到 20 然后再接着 从20的地方 沿着Y轴走 然后到21 那这是A点 这是B点 换句话说 我先走1 再走2 那 同样的 我也可以从A点 直接就走到 由路径3 来走 OK 好 那 我想要问的 就是说 假设 规点 T DOT DL 那从A到B 那你 有两种走法 第一种是 1加2的路径 第三 第二种是 3的路径 那它是不是 什么 它是不是 这个 一样 那这个是 沿着3的路径 好 那我们看到了 就是说 第一件事情 Gradient T Gradient T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看 第一个 要对X为分 那对X为分的话 就变成Y平方I 那在J方向呢 对Y为分 就2XY的J 所以你现在你要做的积分是什么 要做的积分 DL 因为只有2度空间 加上DY的J 那我们看 那我们可以马上知道说是Y平方I加2XYZ DOT DOT I的DX加上J的DY 因为2度空间我们都没有DK DK的部分就是等于0 那我们不需要把它放进来了 那一项一项把它乘开来 可以看到它就变成是Y平方的DX 再加上2倍的SY的什么 DY 不然就话说你现在是两个积分的情况 那我们看到 PASS A的 第一个路径的情况之下的话 第一个路径是从00这一点 一直到20这一点 所以它实际上Y是等于0的 在这个路径上面 所以DY它本来就等于0 那换句话说 Gradium T Y等于0 这一项就等于0了 Z也等于0 所以Gradium T本来就等于0 或者你直接就把它带进去 Y在这个积分里面永远等于0 这个也永远等于0 所以它Gradium T.DL 这个是等于0 在第一个路径上面 应该没问题吧 再来我们看 第二个路径 它是从20一直G到21 那20G到21的时候呢 在这个路径上面 X是等于2 Y呢 Y是从0G到1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个路径上面的LR 甚至于我就直接说 我的DX就是等于0 在这个路径上面 所以这一项 所以这一项 DX是等于0的 它就等于0了 整个的Gradium T.DL呢 沿着第二个路径 它就是只有这一项 这一项X等于2 所以它就等于4Y DY 那Y是从哪里开始G 从0G到1的情况 那这个呢 是等于两倍的Y平方 0G到1 那1G下去就是2 OK 所以我们看到了 1加2所得到的积分结果 是等于2 这是我们很清楚了 好 那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路径3 那你沿着路径3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会知道的是 在这个路径上上面 它是从0,0 一直到2,1 在路径上面的Y 跟X的关系呢 Y的值永远是X的2分之1 OK 在这个路径上面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了 DY 应该是等于2分之1的DX 换句话说 我们在这个第一次 里面的这个积分 那你直接把它带进来 我们看Y平方 OK DX DX的部分呢 是等于2倍的Y DY 再加上2倍的X呢 Y是等于2Y 然后DY OK 那Y的值是从哪里 从0G到底 没有问题 那你直接把它G一下 这边就变成是3分之1 3分之2的Y的3次方 0,1 再加上 这边好像少了一个Y X4等于2Y 带进来在这里 OK OK 然后呢 把它放进来的话 这边是 一样的是4Y 4Y的话呢 是 就变成3分之4的Y的3次方 也是从0 所以你看到了这个结果的话 是等于3分之6 也是等于2 所以你现在看到了 这也是等于2 换句话说 你的积分路径 从这里 经过第一个PASS 到第二个PASS 总和的结果 跟直接从第三个PASS 是一样的 或者我们说 GradientT.DL 就等于第一个PASS 加上第二个PASS 然后减掉第三个PASS 因为它的方向 是跟我们在那边 走的方向不同 那这个等于 那已经我们证明出来 那我们直接看到了 它是 跟PASS 是无关的 这是我们在整个的 这个积分 一个Gradient 在路径上面的积分 你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这有没有问题 这地方有没有问题 没有 那如果Gradient的积分 没有问题的话 那接着我们就要看 Divergent了 的积分